八場馬上說 又是三班千二米 這組第一組 這組大熱門就是丁冠豪馬房這隻天綠 上次也跑得不錯 開飛2.9倍 過完關之後熱了少少 落到2.6倍 開跑的時候就3倍 其他的對手方面 金英澳場時有過關飛 因為周俊落的座 其實15倍落去11倍 最後再落多浸 綠燈落到6倍 很幸運又有過關飛落去7.5倍 但之後就回到12倍 齊齊有福 其實都熱了 過完關之後上去17倍 開跑的時候落回來10倍 第八場是三班千二米的另一組 好 起步的時候出得快點 金英澳場好好採採這隊最快 場場精彩天綠都快 內蕩那邊有個倍增勝數 再跟著馬中間淺藍衫王 沒有得勝勢找位置 外蕩正在來做夢幻人生 後些位置 電信超班在內蕩 拍著齊齊有福 他也能夠進來2碟 競爭攻略是尾三尾 尾二卷落人生的初出馬 包緊尾暫時就聰明導彈起步 也是慢一點 上大石邪波時想 幸運就放了出來 首爾第二位是場場精彩 外蕩加入戰團的夢幻人生 接著的馬 金英澳場就放不出貼欄第四 拍著2碟天綠 三碟走上去淺藍衫王 就升勢 後些位置齊齊有福跟著升勢上 在他內側的電信超班 內蕩灰馬就倍增勝數 退去尾四 尾三卓落人生出了外蕩 尾二勁進攻略 包緊尾打緊就聰明導彈 反應一般的 入隊之後直到時候 前面暫時戴緊頭就很幸運 不過不多利放 暫時有兩個馬威優勢 看看好不好 追著他夢幻人生 冷門來的 升勢上到來 外蕩齊齊有福 內蕩T6充來不太厲害 還有一百米的時候前面 幸好沒有了 這時候先升勢出來 但外蕩仲敬齊齊有福 他選第一名齊齊有福的第一名 升勢第三名夢幻人生 這隻夠冷 第四名上來電信超班 齊齊有福 即是在這場之前 一隻進米馬房是最佳成績的 今季贏了兩邊 現在是第三邊 就是我們說的這隻拍賣馬 這隻馬是做得好 上一次發揮得不好 轉彎之前走出外界 上次是私欄 上次的檔位好一點 其實就可以沿途節省一點 但他又沒有藍 本來已經走二碟 再後一點 再走出去三碟 四位多一點 原來他又走出去 又不等裡面 是的 即是他們那些騎士 總是跑了這麼久 他都不摸得清那些跑道的特性 每條跑道有不同的跑法 香港這是一個特色 幸好今場就狗蕩 烤了賀永年也是走三碟 他的好彩還要 無法放在前面 前面有隻遮住就真的 即是有遮擋的三碟 是的 還有跟正那隻 原來能帶到他上去 聲勢上到他前面 這樣就行了 今天這三碟就可以了 加上前面 好彩彩彩都放得比較快 是的 那個馬房又是靜如深海的 今天放頭就更加不用看了 這些 他還要放得比較快 即是中碟放得比較快 對 第二段還要鬥最後的放 第二段 回來就沒有了 那你比較後走三碟的 就有得後上了 其實其實有幅上場 都很多朋友都留意 有 上了接當然了 這碟已經是很漂亮的 漂亮 即是被他看到他這樣跑 都彈一下彈一下 即是跑虧了 今天有沒有補回 一定可以貼到的 這些碟 十倍應該補到 是的 但第二那隻難搞 那隻蛇 不懂那隻精細怎麼搞 就是看到頭碼 又看到第二 這張照片就第三 第三就更難搞 這隻就真是… 看看分段下 頭段23秒81 第二段去到22秒07 沒斷 23秒59 總時間1分09秒47 因為剛才說的第二那隻星勢 其實他一直都漂亮的 他看四班贏完上 三班跑兩場 好像完全不夠班 不知道什麼事 他上兩次都很狀態 對,這次又繼續好狀態 繼續在三班跑 但這場他又跑出不錯的水準 這隻我真是… 不懂他怎樣計算他 因為他一向很鬥志 經常都說這件淺藍色衣服 今次看到馬主 一定很鬥志 但是上兩場真是跑下去 騎下去沒有的 那隻馬 就不知為何 有時就是 暫時嗎? 你可以說他不是很穩定的馬 你只可以說 一場計一場 所以就搞他不行了 可能今天就叫做他 他又在走比較好的跑道位置 那些對手可能就是 相對來說 有些可能塞塞夾夾 在內蘭不是那麼有利的場地 結果他又可能交一些好一點的 但是你沿途看到他今天是有走勢的 之前那兩場在三班 他是沒有走勢的 有時真的很難說 譬如你很幸運 都知道他今天就放得快了 還有內蘭場地又不是那麼好 但是先前也看到他好像很大進步 已經是不用一定貼難放 所以說他都可以一直維持到很好的境勢 但是結果今天就克服不了 但是這些是容易計算的 第一放不好 第二馬房一看都沒有 那這些容易計算很多 那無論如何 就齊齊有福了 成為很珍貴 只有他拿到這個拍賣馬的特別獎金 還要鄭鎮偉馬房三邊馬 三邊 下季記得留意鄭鎮偉的拍賣馬 應該這個也挺有前途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再談美場賽事 再 broken 讓大家看 by bwd6